朋友们,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也是藏口发下来的石头 这个料子挺有意思的 这个料子不得不说有点阳光 为啥呢? 这皮壳打灯真的没有什么表现 然后你们看这个翻杀 翻杀很细密很紧实 而且有那种磕磕翻力的感觉 这种磕磕翻力 但是见不到一颗一颗 因为它们都挤在一起 但是能让你感受到磕磕翻力 虽然这句话很闹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翡翠的肿 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 基本上都画得很好 这个料子有马后话的嫌疑 因为它已经开好了 你看这个 让我们看看这个皮 这个洗过的地方 你能看到一点点那种感觉 没洗过的地方 那是一点感觉看不到 这个料子因为藏口的工具 太粗糙了 开到毛毛的 而且开到这个口 只能一撕 旁边是不是变肿呢? 我们现在打开给大家看 是吧 这个料子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开成这样子了 突然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我跟你讲啊 你看这个断口 很多朋友啊 就是学了匪 学了一点 对翡翠有点了解之后说 哇这个断口白白的 你说这个皮有多好有多好 这个断口白白的 这能好吗? 是吧? 啊 根据这个断口 就轻易的 否定了一个料子 然后我们的主播不停的说 断口长袖了 是老断口啊 我相信 如果 大家心里面是这么觉得的话 断 那个阿东是怎么说 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人只会相信自己的 知识结构以内的东西是吧 而且每个人都是充满自信的 没有人去会相信别人的 呃 你们自己 所以你不相信嘛 你就没有机会去实践 没有实践嘛 你就永远不相信 永远 呃 捡不到这个漏 因为往往这个漏 就导致大多数人不相信 大多数人不相信 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就不看好他 就不买 那 而几个看好他的人 就能用极低的价格买下 对吧 就这么讲的道理吗 好 我们给你验证 是吧 什么频道的价值 就在这里了 来我们挖一下 哎 不理想 白白的 怎么办呢 翻车了吗 这个翻车了吗 这个已经看到白雾 朋友们 中间这个发黑就在漏字 这个已经长了 已经是 意料之中了 是吧 他不会 不会 这个太近了 你看 底下 白色的越来越少 黑色的漏字越来越多 换个针头啊 换个针头再继续 硬了烧针 所以说 段口白 不是真的白 有时候不是皮厚的原因 他就那么薄薄的 一点点分化成 他就能 让你看不到他 对他造成误判 不光看不到 你还会因为这个段口白白的感觉 对他造成误判 所以堵石 才有机会吗 小东西才有漏吗 当然也不是每个啊 当然我说的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每个这种段口 就一定开涨了啊 no no 这个想告诉大家的是 断口不足为据 主要是看皮壳 只要你认准 比如没洗之前 是这个皮壳 只要你认准这个皮 洗完之后 然后又打了 感觉有点白雾 认准这些皮壳 就稳了 还要有时候擦口呢 这个就是擦口 擦出来你看有点这样子 你觉得这个总不行的 不是啊 还没擦到漏啊 还没擦到漏 这是我又擦的 所以这个是个满个子的 而且几乎完整 看目前还没看到 当然有皮的地方还要开啊 我这个人说话不想说满量 几乎完整 对吧 没有骗大家吧 我开大一点打个灯 我们看看 不要被自己的那一点点 就有时候被自己的固定的思维 说 很多时候啊 当然我总结出来的啊 就别的倉库咱们不说 咱们现在就目前只讨论南奇啊 我所总结出来的啊 就是南奇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不重要 打蛋也可以也不重要 也不一定文长是吧 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一点 皮 皮好 那无所畏惧 断口不行 咋不行咋不行 不要管 那只是 让它的价格更便宜 让这个肉变得更大 它是个好事是吧 好 你看 对不对 感受到的是吧 所以断口不足为惧 对不对 不影响到任何种的变化是吧 没有一点点一丝丝变化 没有一丝丝变种的啊 好 这个石头你看我们几乎把皮已经快去光了 但你们还认得是刚刚那个石头吗 我看了它整体的一个效果 反面都已经被我去掉了 所以我刚刚说的 这个是完全不变种的 很多时候 为什么那边开的那个样子 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吧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它的 冰感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天空蓝的质感 所以我们主播没有骗了啊 这是个肉 然后这个料子的皮壳 一个姿势点 还有那个敲口 是白白的那个姿势点 希望朋友们又学到 敲口应该是这个部位啊 就是它的断口是这个部位 是这个部位 你看看 看出来有一丝丝不同吗 有一丝丝不同吗 没有 OK 就到这里 这些佛工已经 抛光好了 整体的效果 这个料子的起锅效果 还不错啊 大家看到了一下 这是南起的 起货和泡泡